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深夜报警声称女友自杀了 为证明女友是自杀 男子还录制了一段视频 死者到底是不是自杀 报警男子与此事有没有关系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东松即将为您讲述女友的蹊跷自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检察官说案 一个寒冬的深夜 刚下了一场额毛大雪 宁静而美丽 而此时110报警中心里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却突然响起 你好 这里是110报警中心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只听电话那端传来了一个中年男人焦急的声音 不好了 我要报警 我的女友自杀了 接警人员顿时紧张了起来 赶紧询问具体情况 报警男人说他叫林超 他的女友文问自杀了 他已经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但是救护车却迟迟未到 于是他赶紧又拨打了110报警求助 110报警中心记下地址 迅速指派警方出境 警方赶到案发现场时 只见120救护车也已经抵达 经医生现场确认 文问已经死亡 警方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出查 只见文问胸前插着一把刀 只有刀柄露在外面 刀身全部没入身体 腹部还有一处创口 正流出鲜血 胸前有白色的呕吐物 头部 面部及身上 还有多处伤痕 警方认为 这明显是一个他杀的现场 报警而林超 怎么说他的女友文问 是自杀的 警方立刻对报警人林超进行了询问 林超说 案发当晚 二人因为琐事发生了争吵 进而相互施打起来 文问随手拿起水果刀自残 他这才博打了120抢救和110报警 情侣二人因琐事吵架 一方自残后死亡 事情真如报警人林超所讲的这样吗 正在此时 警方又找到了一个证据 一个吸毒用的水瓶和吸管 那么这个吸毒的装置 是否与本案有关呢 警方立刻对林超进行了吸毒检测 检测结果证实 林超近期存在吸毒行为 面对检测结果 林超也承认 当晚确实吸食了毒品 吸毒用的水平 是他怕警方发现后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扔下楼的 警方认为此案太过蹊跷 林超的陈述有三点可疑之处 首先 自杀者多见跳楼自杀的 服药自杀的 割腕自杀的 用刀扎自己的心脏自杀 实在是不符合常理常情 其次 按林超所讲 二人因为琐事发生施打 在施打的过程中 文文突然拿刀 但他不是要伤害林超 而是挥刀自产 这显然也不符合逻辑 第三 按林超所讲 他是怕警方发现他吸毒 才将吸毒用的水瓶扔下楼的 而案发时大雪刚停 大地白茫茫一片 将水瓶扔下楼 那不是明晃晃的 更容易被人发现吗 这与他的说法 有点自相矛盾 综合上述一点 警方考虑到林超 在吸毒后 可能产生妄想 狂躁等症状 结合文文身上的多处伤痕 警方认定 报警人林超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所以立即将林超抓捕 开始立案侦查 经过物证处检查 凶器是一把水果刀 长30厘米 刀身19厘米 全部没入死者身体 而尸检报告则证实 文文是因刺伤 引发的急性 失朽性修可而死亡 面对上述证据 警方对林超 进行了多次询问 林超始终一口咬定 说文文是至少 林超是否就是 杀害女友文文的凶手 警方根据当前的证据 还无法认定 侦查陷入僵局 然而就在这时 一条在林超手机中 发现的视频 让案件有了重大突破 警方立刻调取视频 进行查看 视频长52秒 视频中显示 由林超拿着手机 对着文文录像 文文半躺半靠在 洗手间的地面和墙上 眼睛微睁着 看向地面 一把尖刀插在其右腹部 鲜血从刀口流向地面 胸前还有白色的呕吐 视频中显示 文文的表情十分痛苦 气弱油丝 而林超则不停地大声 逼问文文 你为什么要自杀 你对得起我吗 文文面对林超的逼问 嘴里不时发出 嗡嗡的声音 但并没有给出清楚的回答 该段视频为案件的侦查 带来重要信息 难道说文文 真如林超所讲 是自杀吗 假设文文是自杀 那么在文文 腹部中刀 生命垂危之际 林超不但没有及时施救 反而拿着手机录像 逼问文文 这显然不符合文文 是自杀的逻辑 对此林超解释道 我录像的目的 就是要给文文的母亲看看 是文文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她才自杀的 录完相之后 因为室内信号不好 我就去阳台拨打了120 打完电话 回到洗手间就发现 文文又用刀扎了自己的胸部 我就立刻拨打了110报警 面对林超如此不符合常理的解释 警方并没有和林超继续纠缠 案件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用强有力的证据 证明案件真相 女友惨死家中 男友有重大嫌疑 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检查机关提前介入命案 协助侦察女友死亡真相 男友放弃抵抗承认杀害女友 这对情侣到底发生了什么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王东松正在为您讲述 女友的蹊跷自杀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 警方邀请检察机关 提前介入命案的侦察 为下一步侦察方向进行指导 案件最终由王检察官负责承办 王检察官经过对案情和证据的 分析梳理后提出 本案的关键焦点在于是自杀还是他杀 而证明自杀和他杀的关键是要确定 造成文问死亡的伤口是哪一处损伤 这处损伤是否可能由文问自己形成 如果能够证明致命伤不能由文问自己形成 则为他杀 而现场只有林超义人 结合其他证据即可排除其他可能性 得出唯一结论 根据上述判断和现有证据情况 下一步需要着手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确定致命伤 目前来看 胸部刺创为致命伤的可能性较大 但由于之前鉴定意见并未最终明确 致命伤是腹部还是胸口 可请法医进行补充鉴定 二是如果能够确定致命伤是胸部刺创 那么可进行一次侦查实验 在林超手机视频的佐证之下 查明文问在当时特定姿势和空间条件下 是否能够由自己形成胸部刺创 经过法医补充鉴定 警方明确了胸部刺伤 就是导致文问死亡的致命伤 随后 王检察官又协助警方 邀请了多位鉴定专家 到案发现场进行侦查实验指导 这能否查明文问到底是自杀 还是他杀呢 侦查实验中 一位与死者文问身形一致的女警官 按照手机中文问的特定姿势和空间位置落定 先后用左手和右手持特制的 与胸器一样的模具尖刀 尝试向自己的胸部捅刺 在用左手的条件下 因为文问当时是用左手扶着马桶 如果用左手拿刀 文问的身体将失去平衡 且林超和文问的母亲均证实 文问并非左撇子 而且有马桶挡在左侧 也不方便操作 故可以排除左手的可能 在用右手的条件下 有两种情形 一是用右手拿刀统斥自己 如果要形成符合尸检报告中所认定的 刀身走向为外下向内上斜行刺入 不符合人体工学 二 在文问腹部先用一刀 身体极为虚弱的情况下 他需要先拔出刀 再忍着剧痛 再刺向自己的胸部 且在这种情况下 还需要将19厘米长的刀身 一次性全部刺入 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也没有科学依据 随后侦察实验又模拟了 他人用右手持刀 从文问对面 赤入文问胸部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 则完全符合尸检报告中 所认定的刀身走向 通过上述实验和分析 案情已经十分明了 侦察实验最终得出结论 胸部刺创 无法要文问自己形成 既然补充鉴定 证实了致命伤是胸部刺创 侦察实验证实了 胸部刺创 无法要文问自己形成 两个关键证据相互印证 再结合其他在案证据佐证 确实充分地证明了林超 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 看守所里 王检察官向林超出示了 两份关键证据 并对林超说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 都要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 不轻信口供 没有被告人的供述 证据确实充分地 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和处以刑罚 而现有证据 已经完全可以证实 你的杀人行为 你是否坦白 已经不影响 法院对你定罪量刑 面对强有力的证据 林超额头上冷汗直冒 他闭上眼睛 长舒了一口气 然后用近乎发抖的声音说 都是毒品把他害了 也把文文害了 林超终于放弃了抵抗 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林超最开始 养了一台出租车 白天租给别人开 自己负责开夜班 每天都要开到后半夜 每天回家前 林超都要去文文 开的深夜小馆 去吃夜宵 文文长得面容较好 有的一手好厨艺 小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这林超几乎每天 都是文文店里 最后一位客人 这深更半夜里 虽说是一个老板 一个客人 倒好是家人一样 相互陪伴 时间一长 林超和文文 便熟识起来 林超和文文曾经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共同的过往让两人互生情愫 很快发展成了情侣关系 刚一开始 两人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可谁成想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破了他们美好的生活 一年后的一天 林超出了一场车祸 车子撞报废了 林超也撞随了腿 在家休养了半年才好 开出租车多年的林超 也厌倦了这种日夜颠倒的生活 也希望能过上那种 朝九晚五的正常日子 林超便打算将出租车 转让过户给别人 换点钱做点小买卖 而做买卖多年的文文深知 这买卖哪是那么好做的呀 文文便极力反对 林超转让出租车 而林超不顾文文的反对 还是偷偷地将出租车的手续 卖了二十万元 为此俩人还吵了一架 无奈目以成舟 文文也只能劝林超 谨慎选择 做决定前多和自己商量 在林超寻找商机的时候 有个朋友就给林超介绍 购买所谓的高息理财产品 年利率能达到百分之二十四 二十万存一年 能得近五万元 林超一听动了心 但是他跑出租多年 对理财一窍不通 便去问文文意见 文文说呀 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啊 你惦记别人的高息 别人惦记的是你的本金 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吃大亏 还是老老实实做点小买卖 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林超一听 感觉文文说得很有道理 便对那个朋友说 自己再考虑考虑 过了几天 那个朋友又找到林超聊天 话里呀 有意无意中就提到 他之前存的一笔钱 这几天得到了两万元利息 这样一笔万利的好事 你还犹豫什么呢 你要时针还怕呀 你就先少存点钱试试呗 林超一听又动心了 心想反正是少存点钱试试 又不会吃大亏 便瞒着文文 让朋友帮忙存了两万元 过了三个月 林超还真得到一千多元的利息 林超一看 这钱来得这么容易 立刻就将文文当初的提醒 劝诫抛到了脑后 又让朋友帮忙存了十万元进去 转眼又过了三个月 支付利息的时间到了 林超兴冲冲地找到那个朋友 讨要利息 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原来那家理财公司是一家网络P2P公司 不久前公司就爆雷了 不但林超亏得一干二净 那个朋友连同很多人都亏得倾家荡产 林超是一时悔恨又一时庆幸 没有把全部身家投入进去 但是也不敢告诉文文 这买卖没做呀 就已经亏了十万元 自己就四处考察了一些小买卖 不是嫌太累 就是嫌赚得太少 一时嫌在家 无事可做 投资失败的林超和朋友喝酒 结果掉进了圈套 林超沾染毒品后性情大变 将毒手伸向女友 女友试图原谅林超 却给自己招来了傻身之祸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东松 正在为您讲述 女友的蹊跷自杀 这老话说得好啊 人不怕忙就怕闲 这一闲就要生出是非 这一天 林超被朋友拉去喝酒 在家烦闷日酒的林超 与朋友推杯混展 正在酒憨而热之际 这个朋友拿出了一小袋 白色粉末 自己先吸了一点 又让林超也来尝尝 林超之前在电视上 看到过类似的镜头 心想这应该就是毒品 但是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没有多想 便跟着吸了起来 这一吸 林超只觉头痛欲裂 天旋地转 吐了一地 但过了一会儿 林超感觉仿佛灵魂飞出了身体 自己好像上帝一样 远远地看着这世间万物 仿佛这一切都和自己毫无关系 之前的那些不愉快 都灰飞烟灭 第二天一早醒来 林超不但没有宿醉未醒的不适感 还觉得浑身有劲 身轻气爽 至那以后 林超便时不时地跟朋友在一起吸毒 那个所谓的朋友也未安好心 从最开始免费给林超毒品 到后来卖毒品给林超 林超也是慢慢地越吸越多 越吸越贫 文文发现后 大吃一惊 多次劝林超戒毒 林超表面答应着 背地里却是越陷越深 不到一年功夫 剩下的十万元 就被林超挥霍一空 此时的林超不但是家底败光 身体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每次吸毒后啊 就怀疑女友有了外遇 进而打骂文文 这一天 文文的手机里收到了一条信息 吸毒后的林超 便感觉这一定不正常 便提出要查看文文的手机 面对林超的无理要求 文文断然回绝 林超便上去抢文文的手机 文文一把将林超甩开 林超勃然大怒 随手拿起个东西就砸向文文 正打中文文的头部 鲜血顿时流了下来 这时林超才清醒过来 赶紧拉着文文去了医院 医生给文文的头部缝了 整整五针 文文的母亲赶到医院 将林超大骂了一顿 当场就让林超和文文分手 否则就要报警 告林超故意伤害 而林超则是又哭又贵 发誓戒毒 还说要打工养家 请文文再给他一次机会 文文想起昔日的美好时光 心头意软 便给了林超一次机会 经历这次之后 林超是真心想戒毒 他连续戒了数日 还找了份临时工作 送起了快递 案发当晚 林超送了一天快递 回到家中深感疲惫 这时毒瘾又发作了 他实在是扛不住 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便又让朋友送来毒品 在家里偷偷吸食 怎料他这次的抚吸 又将自己的命运 推向了深渊 恰在此时 在店里忙活着的文文心想 这些天 林超又是戒毒 又是打工 表现不错 今天提前回家 做几个小菜 给林超尝尝 奖励一下 也算是给林超一个惊喜 文文便提前关了店 跑了好几个地方 买了林超爱吃的韭菜 兴奋冲地回到家中 结果与正在吸毒的林超 撞了个正着 文文见此情景 如遭晴天霹雳 整个人彻底崩溃了 他将手中的韭菜 一把扔向林超 上去就将林超吸毒用的水瓶 抢了下来 扔到了窗外 林超见状 疯狂地大喊大叫 在毒品的作用下 他已经丧失了理智 如同狂躁的野兽一般 扑上去 和文文撕打起来 两人从卧室一直撕打到洗手间 林超看见旁边有一把水果刀 随手拿起就刺向文文 文文腹部中刀 倒在了洗手间地上 这时 林超不但没有及时施救 还在毒品的作用下 陷入了妄想 固执地认为 文文就是因为有了外遇 才跟他过不去 为了证明文文有了外遇 是他对不起自己 林超便拿起手机录像 试图让文文说他是自杀 是文文对不起他 好事后 给文文母亲一个交代 录完相后 林超又疯狂地拔出 插在文文腹部的水果刀 再次刺向文文的胸部 且这一刀力量之大 直接将全部刀身 刺入文文的心脏 导致文文当场死亡 事后清醒过来的林超 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 并在报警时谎称 门问是至少 案件真相水落石出 谎言终将被戳破 等待林超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最终检察院已故意杀人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庭审中 林超为自己辩解说 他的杀人行为完全是毒品导致的 对此 王检察官亦与当庭驳斥 那么吸毒后犯罪 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呢 这也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支持点 首先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 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 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才不负刑事责任 而林超并未患有任何精神疾病 其在吸毒后导致的 短暂神志异常而犯罪的 也应当负刑事责任 其次 林超多次在吸毒后 打骂文问 最严重一次还将文问打进了医院 对此 林超心知入明 却仍然吸毒 从而导致的犯罪行为 完全属于故意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法庭上 王检察官最后说 林超多次吸毒后打伤文问 最终又刀两次统治文问的 要害部位 导致文问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 林超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 犯罪手段非常残忍 犯罪情节十分恶劣 犯罪后果极为严重 应严惩不待 建议法院判处林超死刑 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官的意见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林超死刑 回顾本案 一对感情甜蜜的恋人 未来拥有无限可能 最终却天人永格 本案中 林超妄想不劳而获 在投资失败后 他不听女友的好言相劝 一时放纵 染上了毒瘾 之后他还多次打伤女友 最终引发命案 害人害己 他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面对毒品 我们要坚决杜绝第一次 因为毒品的特殊性在于 一次成瘾 终生难解 千万不要因为好奇 一时烦闷而尝试吸毒 否则极有可能会葬送一生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理财道路千万条 本金安全第一条 非法集资不规范 血本乌龟两行类 好 真实案例 检察官视角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再见 下期为您讲述 毁尸灭迹的熟悉人